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情就应对了在此之前 美国相关的人士曾经说到 如果中国在黄岩岛南海的黄岩岛填海造岛建立这个军事基地的话 那美国不惜一战来保证它整个这一片南中国海的水域的公共水域的这种安全畅通 与此同时菲律宾进行大选 结果强硬派的竞选者成为了菲律宾总统 已经定型 那也就变成了如果在黄岩岛真的去填海造岛 直接威胁的是菲律宾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与菲律宾日本台湾有着相关的安全条例 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冲突是非常明确 但是在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讲过中国的任何军事行为 你看起来的所谓的军事行为 它的真正的作用是用在国内而不是国外 道理很简单 军队的腐败本身的体制从上至下的话 我不知道它能跟谁打仗 它怎么打这仗 对不对 我相信从上至下都是有这问题 而在此之外呢 在这种过程中呢 中国军队上一次打仗 应该是所谓的自卫反击战 三十多年前的事情 在今天中共的整个的这个上将当中 可能只有一个人参加过战争 打过仗 其他都没有 三十多年之后过去了 大家想想 能参加过打仗的人 今天还能活着的 不容易 而真正在老山打过仗的很多军人 今天他们吃饭都有问题 对不对 在广西在云南 我们看到一些穿着当初解放军的军装 到民政部 到当地的省政府部门 出折一上来几千人 进行抗议 抗议的原因 就是他们曾经为祖国 为爱国主义 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但是今天 被人给扔了 不是被人家给扔了 被党给扔了 就这么回事 那前两天我们也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巴拿马文件呢 在5月9号这天全部公开了 那公开之后 我们相信呢 会有很多东西出来 结果紧跟着挺快的 紧跟着 法广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巴拿马文件资料库 爆出中国有三万三千人建立了离岸公司 楼纪委等官员榜上有名 楼纪委现任的现在的财政部长 国际记者联盟公布的最新的巴拿马文件 涉及到三万三千中国人 4188间公司 在数据库中 发现了不少有名的人 那他说 以拼音 以中国的拼音基本相同 那你只能这么说 同名同姓的这事不好办 包括财政部长 楼纪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 苗伟是苗须 那是个多音字 咱不知道 国际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王政伟 这都是现任的政部级高官 苹果日报在报道当中 直接表明 那中国财政部长的楼纪委的拼音 出现在这个 出现在这个文件中 那他注册的公司 是属于英属 维京群岛 而他同时还有另外一家公司 所以他同时有两三家公司 工业与信息化部部长苗伟 也是在维京群岛注册的公司 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主任 王政伟呢 他是在叫做塞瑟尔注册的一家公司 那注册地址呢 却在英国的泽西岛 这些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们 他们最大的利器就是爱国主义 而当他们触及到自己的生意的时候 用的全是外国人 对吧 用的全是外国人 你看上古开来 买个房子 用个法国人在法国 在法国在这个尼斯 买一个房子 好 结果是法 你知道用这个人 是法国建筑师 谁帮他打理呢 英国人 英国人帮他打理 你看看 他的南府都不用中国人 用中国人就用了一个他弟弟 他老公的弟弟 对不对 王立军 那是给他看家护院的 在其他的官员中 包括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京 他的名字出现了六次 其中一名为女性 而国务委员王勇出现了十一次 水利部部长陈磊出现了四次 那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冰出现了九次 因为他是用汉语拼音的 所以人家也很严谨 我不能说一定是你的这个当官的 但是呢 你这个能有能力 在这个冯赛卡 律师行能够注册 能够进这门槛 这事也是个人物了 如果不是个人物 人家也不给你吃奶子 人家也不让你上CCTV 中共官方对巴拿马文件的消息 继续采取严厉封锁 那禁止媒体刊登 专载和评论 那就行了 你越封杀 这东西越叫新闻 你越封杀 普通老百姓 对你当官的那份恨 从脚后根 从这个脚后根 所发出的那个恨 我跟你说 老有基础了 你信不信 最后那块村 你越封杀 越哆嗦 气的 他真气啊 因为在党文化中 教育出一个概念 胜者王后败者扣 但胜者只有一个 失败者无穷 那无穷的失败者 他甘心成为失败者吗 不 他手里没武器 他咬死你 他都可以为了出这口气 你信不信 十九大会怎么样 在我们节目中 我根本不触及这问题 对吧 很多人去讨论 在我眼睛里 我就觉得 逗格看着玩 美国之音 中共十九大将有颠覆性动作 近日有报道提到说 在中共十九大上 有可能出现一系列的颠覆性动作 包括取消政治局常委 打破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年龄的七上八下的原则 以及放弃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这样的分析到底有多靠谱 假如出现这种情况 对中共未来体制和权力的结构将有多大影响 取消了政治局常委 还七上八下干什么呀 对不对 取消了政治局常委 就等于取消了党的最高的权力机构 没有了政治局常委 其他就都没了 政治局常委是 我们看到了从毛泽东年代 就开始有政治局常委 有五个有七个有三个 忘了也没有三个 但是九个是江泽民创立的 出了九个人之后 就把胡锦涛 温家宝掐死了 所以在我看来呢 没了政治局常委 就等于没了共产党 共产党从国家的体系当中的权力机构 完全消失了 文章讲 张立凡表示 建立威权是否设立常委 没有必然联系 毛泽东时代就存在 那结果毛的专政跟常委没有关系 那现在取消常委的想法 有一定的合理性 有些逻辑 但反映出 现在的领导人认为自己的权力还不够 对他的制约太多 有些人认为应该给领导人更多的权力 我觉得这点他说的是这么回事了 不是他的权力不够 而是十八大获胜的政治局常委 能够杀掉习近平 政治局能够杀掉习近平 王岐山 所以王岐山自己都没料到 习近平让他出任中纪委书记 只能他的铁哥们绑在一起 任职一个杀官的官 不就这么点事 他说从主观上讲 现任领导人不大可能愿意退休 因为这么做风险太大了 他把所有派系的奶酪都给冻了 如果下台风险太大 我觉得是这么回事了 而赵延认为呢 中国近几年不时提到国家的现代化治理认为 但中共体制内有一个现代化治理的问题 取消常委可能有利于中共的现代化治理 那我个人认为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了 我个人认为 其实从习近平三中全会 中共三中全会以来 他建立起国家体系 就是为了剥离掉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 在江泽民年代是立了大功的 是为江泽民立了大功的 对不对 而政治局常委的肩价结构 渗透了整个中共官场 所以当你动了政治局常委的时候 就动了过去15年以来上来的所有官的奶酪 更不用说吃奶了 对不对 所以谁愿意干呢 家家有吃奶的地方 家家有寄院 你把人寄院给封了 把吃奶的地方给掐了 给寄成扣了 你说你改喝凉水吧 他水土不服 那官都水土不服 对不对 上医院不知道该上哪医院 查百度就能死 他只能想把你弄死 他觉得他没有出路 因为他不会别的招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